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的最多特质无线电波 就包括微波 无线电波具有所有电子波中最长的波长和最低频率 无线电波具有最少能量 最右边是X射线和加码射线 在所有电子波中X射线和加码射线 具有最短的波长和最高的频率 X射线和加码射线还有最大的能量 在这两者之间波长频率和能量 从光谱的一侧到另外一侧继续变化 电子频谱中的一部分的波通常成为光 什么是无线电波呢 无线电波是具有最长的波和最低频率的电子波 无线电波波长可能比足球长还大 无线电波的频率低 因此电子波能量最少 但依然非常有用 无线电波用于广播和电视广播 微波炉手机信号传输以及雷达 无线电波包括AF和AM和FM广播 电视广播和微波 什么是AM幅度和FM正频广播呢 在无线电波中 在无线电波广播中 声音被编码成为无线电波 然后从无线电脑发动出去 接受器检测无线电波并将返回声音 你已经收听过AM和FM广播电台 但是AM和FM广播无线电波编码的方式有所不同 人表示幅度和调制 在幅度AM广播中 声音信号是通过更改无线电波的幅度来编码的 而AM广播比FM广播使用更长的波长和无线电波 由于AM无线电波的波长更长 AM无线电波浑成为电离层和高层大气反射回来 由于AM无线电波从电和电离层反射并返回地球 现在AM无线电波可以到达距离无线电塔 很远的无线电接收器 FM代表频率和调制 在FM广播中声音信号是通过更改无线电波的频率进行编码的 调频播比幅度幅度幅度能编码更多信息 此FM调频广播听起来比幅度幅度幅度AM更清晰 但是由于调频播和波长较短 此FM不会从电离层反射回来 让它们直接穿过临层并进入太空 所以由于用FM广播和电视 无线电波会穿过电离层并不会反射回来 此FM调频波无法到达远的接收器 什么是电视广播呢 电视广播也用无线电波声音通过调频编码 图片通过调幅编码的无线电波 从电视台播出当电视接收到电波时 它们会解码并返回声音和图像 什么是微波呢 播长最短频率最高的无线电波称为微波 微波比其他无线电波都具有更多能量 这是为什么它不可以用微波炉中加食物的原因 微波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用途 包括手机信号传输和雷达 这是一种通过测量无线电波 从回过来时间和其方向 来确定物体设计位置 手机使用这种调频箱啊 它电话人的语音转换成微波 微波通过空间 然后称呼到风格塔 然后从风格塔 发送到交换中心 微波从交换中心 发送另外一个风格塔 然后再到该塔 发送到送电脑和电话的人接收器 讲微波变化声音 雷达用于无线电 检测和测距在进入雷达中 接着这种雷达讲话中 短时间的微波脉冲 微波在一面 然后来的汽车反射回来 微波随着返回 雷达将取消好时间用于计算 而来汽车的速度 雷达还用于本能风暴 检测空中交通以及其他目的 什么是光呢 和中等波长的电子波 同样成为光 无线电波相比 感泛围的电子波 具有更短的波长和更短的频率 但不如X线和加瓦线的短波长和高频率 光包括了可见光 红外光和紫外线 什么是可见光呢 人们可看见的光是可见光 可见光的范围 除了红外光和紫外光之内 范围非常窄 在可见光的范围内 我们将不同波长的光 分为不同颜色的光 从波长的最长的红光 到波长最短的紫光 但所有波长的光 组合在一起就像阳光 下的一样 可以看见光显示为白色 什么是红外线呢 波长最长的光称为红外线 我们现在要一直一直是红色以下 红外线可以光谱中 就比红色光更长的波长 到光波范围 你看我们的红外线 可以感受它们 因为它让皮肤变热 太阳发出的红外线 和火和生物发出的一样 这张猫的照片是用红外线 转移拍摄的 该转移检测红外线 并将其能量 转并将可见光 发现问题的财色光 指法部门和军方 使用夜视镜也可以检测 红外光波 夜视镜将看不见到波 转并将可见的图像 什么是紫发线呢 波长短于可见光 光称为紫发线 紫发线甚至紫色以上 紫发线是可见光部中 只有紫色光 短的波长 光波范围 人类看不到紫发线 但它非常有用 紫发线可以比可见光 有更高的频率 因此紫发线具有更多能量 紫发线也可以用 杀死事物中的细菌 对于实验室 我们的设备进行消毒 你比如在紫发线照视下 也会产生 无论受地址 强健骨骼和牙齿 所必须的 但是过多暴力于紫发线 会导致晒伤和皮肤癌 你可以戴上覆盖皮肤的衣服 并在连手等地方 或者防晒霜 保护皮肤 免受紫发线的伤害 防晒霜的SPF 防晒速度可以 防晒的SPF防晒技术 可以从于计算 皮肤防晒的时间 就较高的SPF防晒霜 可以保护皮肤更长时间 如果你皮肤暴露在阳光下 什么都在烧伤 只要使用SPF为30的防晒霜 意味着在理想情况下 你皮肤只暴露于300分钟后 才会刷刷 SPF为50的防晒霜 能保护皮肤多长时间 至于在阴天 也应该使用SPF15以上的防晒霜 因为自发现可以穿过云能 防晒霜经常使用 可是每个视线和加码视线 包装最短 比如最高的电磁波 视线和加码视线 这些视线有非常多能量 它们可以穿过许多材料 这是它们潜 潜在地上非常有害 但也使它们有某些用处 什么是X线呢 X线是高能电磁波 它有足够能量 穿透皮肤的软的组织 它也没有足够能量穿过骨骨和牙齿 X线将会上的量区表示牙齿吸收 X线的位置 X线不仅由于牙科和医疗目的 还有在机场检查行李 X线过程会导致癌症 走压下X线是在身体上放过后的围裙 以保护它们 便受X线的影响 这个围裙是用千座的 X线无法穿过它 某克力会为家开发一种能量 强大的新型显微镜 该显微镜要是先扫描整个细胞 并在几分钟内将该细胞 集体异常物质的3D视图 这个突破性的工具 正在帮助研究对生物 人的开发治疗的研究 甚至可能帮助更快治疗 什么是加码射线呢 加码射线是所有电子波中最活跃的 它们可以穿过绝大多数材料 包括骨骼 牙齿 尽管如此 加码射线还是有用的 例如加码射线可以用治疗癌症 医疗设备将加码射线 发送到癌症部位 加码射线会破坏癌症细胞 我做个总结 电波光谱是电子辐射 波长的频率 整个范围波长频率 和能量 在整个电子波谱中 连续变化 无线电波是具有最长的 最长的波长和最低的频率的电子波 无线电波用于广播和电视 微波炉 手机传统雷达 中等波长范围的电子波 成为可见光 包括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人们 人类只能看到可见光红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长 红外线是温暖的 紫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短 并有足够能量杀死细菌 这玩意料还会烧上皮肤 而剩下加码采线是 最短波长和最高频率的电子波 然后是应用于医学 羊齿 并在机场检查行李 加码采线是用于杀死 细胞 今天就学习 谢谢大家 这个也是 10几千 10几千 7分钟 10几千 2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